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介绍维修老电源开机线Pad4 这款开机线适用于iPad,iPad mini,iPad Air,iPad Pro系列 最初我们采用了最原始的方法,不刻电池接口 通过索罗斯的方式开机 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以下问题 在不拆卸电池的情况下,电池会挡住主板上的接口 开机线接口不便于放置 且不方便固定 因此,我们在研发时采用了插拔的方式加持 将主板螺丝松动 然后使用开机线加持 这种方式更加稳固简便 下面我们进行开机测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权剂